这不就是来替ZGDX告仇的 我就说我怎么睡不着 有些人不仅霸占我的位置 还糟蹋我的号 狗崽子 哥 他骂人你怎么不管管 你不是睡觉了吗 怎么又下来了 总有刁民想霸占朕的龙椅 朕如何暗说 你看是谁 阿泰 要不你来 他知道是谁打吗 他都选了一早前了 你怎么还选别花啊 这次是我 慌什么 难道你以为 他这次还能那么狂吗 你和你哥真是一个母子 刻出来 不自大又傲慢 注意你的措辞 反正这把不管赢不赢 我是个智障的形象 大概已经在那个阿泰眼中根深蒂固了吧 池子要被踩在脚下 成为手下败将的人 那么在乎他的想法做什么 谢安大 你准时点啊 你怂什么呀 点毛线啊 又杀不死还露兵 是不是 想跑 往那跑 他可以啊 干得漂亮 不厉害你啊 别打 别打 哥你管管他 我弄冰了 又进了 这阿泰的脑子也不是很好嘛 同样的方法想套路我脸回 不 是我脑子不好 对 他也就能套路套路你 居然还跑我这儿来给我送人头 一看就是有方式 想套路我 没门朋友 我也有队友 你怎么让人头啊 不过说实话 刚才那波要是我的话 我就上了 不怂啊 怂怂更健康 你怎么让人头啊 来 可以啊 可以啊 不得不承认 你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吗 知道什么叫有备而来吗 我之前把阿泰所有的比赛视频 都研究过一遍 之前我也给名声当替补啊 每次需要防御性中单的时候 就换我上 所以上个赛季的成绩非常好 有什么用啊 入围赛赛季成绩再好有什么用 我们还不是因为某人 连决赛都没有去 最后把奖杯拱手让人了 你也不想想 名神的手伤得那么严重 到底是因为谁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 这个人要做替补 可以 那是俱乐部的自由 但是我个人 不接受这样的队友 你们继续 我去看看 这件事情都过去那么久了 还替他干嘛呀 明神自己不也没说过什么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 不说就没事了 你继续我干嘛呀 他说得对 是我的错 实际上 Basic 没啥是她的 就是你的是 直接做啦 我肯定的 有一点 第一点 是那 Scarla 你 ziem着急你 你老板皇上 知道什么叫有备而来吗 我之前把阿泰所有的比赛视频都研究过一遍 之前我也给名神当替补啊 每次需要防御性中单的时候就换我上 姐妹 我输给一个替补了 今天我看她玩中单玩得有点溜 比我稳 怎么办 我感觉我手发的位置不保了 我自卑了 我不开心了 我又小情绪了 我又玻璃心了 我们还不是因为某人 连决赛都没有去 把奖杯拱手让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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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ZGDX战队夺得了今年决战拼安京春季赛的冠军 而且在全国联赛一路披荆斩棘 所向披靡 正当所有人以为ZGDX战队正在进行封闭式训练 准备征战OPL全国总决赛时 ZGDX官方公布一个惊人的消息 ZGDX战队退出OPL全国总决赛 当时网上骂声一片 有的人说是ZGDX被撤资面临解散 有的人说是成员内部出了问题 根本打不了比赛 还有的人说他们就是顶不住压力怂了 总之说法很多 最终都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 一年前总决赛 ZGDX战队是没有在出征名单上的 你也不想想 明神的手伤得那么严重 到底是因为谁 难道这个所谓的因为一些事 跟陆月有关系 甚至还牵扯到了明神 就没人讨论一下ZGDX战队 刚刚是否熟了阿泰吗 韩服的中国频道都炸了 该不会是绿给他打的吧 陆月把明神害得那么惨 就不要再出来祸害中国电竞圈了好吗 要说战队首发的位置 我还是支持ZGDX小姐姐 对 不对啊 网友怎么知道陆月回来了 也不知道 这事和小陆月是怎么着想的 真的 不是我在故意挑事 今天他什么态度你也看到了吧 这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了 有些话总得有人说出来吧